二朵 叶书为同学会的事 你问他了吗 问了呀 微信问的 他也没回我 这回丢人可丢大发了 他可能就是没看见呗 玉总已经去接他了 他们应该一会儿就到了 我们一起商量一下 下一期节目的环节录制 你一会儿可以直接问他 他又过来 嗯 这多尴尬呀 不行 我得先闪了 下一期的节目环节什么的 你到家再跟我说行不行 你怎么 哎呀 你不让我来的 走啦 你干嘛呢你 我让你放开 丽姐 妈 不用不用 走吧 阿姨 给我回家 工作呢 阿姨 阿姨 我们正在谈工作 不然您先去贵宾室休息一下 休息什么 休息什么 工作什么 你胆大了吧你 你放非自我了你 你干嘛 如果把工作给刺了 你疯了你 妈呀 听我说 说什么说 这也就算了 居然还跟来历不明的人谈恋爱 你想干什么呀你这 阿姨 您别着急 有话慢慢说 别着急啊 唐恋爱 我自认为我对你很好啊 你说你怎么能拉她来做这种节目呢 你说你怎么能拉她来做这种节目呢 当你节目播完了以后 她还嫁不嫁人 她以后怎么办 妈呀 你说什么呢 什么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给我回家 不是 那我可以啊 我 我 你 干什么呀你这 你是不是就是那个业业业 管你业什么呢 我问你 你是不是在跟我女儿交往 问你话呢 是 是 好啊 那我问你 你什么工作 干什么的 执勤师 执勤师 干木匠活的吗 可以这么理解 你 那 那阿姨 别着急 别着急 我们坐下来啊 喝口水慢慢聊 好吧 把鼠拿开 把鼠给我拿开 你干吗的呀 你们家里的家长没有告诉你吗 随便打断长辈说话 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没跟你说过吗 你说说啊 你说说你 一个干木匠活的 整天脏兮兮的 你能有什么前途啊 就是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阿姨不是离见过世面的 知道我们家所有的家具吗 知道那个城里最知名的木匠 那个胡木匠吗 我们家所有的家具 都是他 他给我们家打的 那胡木匠是很知名的 他做一个大力贵才多少钱 我心里跟明儿竟然似的 你做这么一把破小提琴 跟那个大力贵比子小那么多 他能值多少钱 妈 我说你这是哪跟哪 你小声点 你能不能尊重一下 人家尊重一下 大家 放开 我这不还都是为了你好吗 我不都是为了那将来考虑的吗 行 正好你们今天都在 那我就把话给你说明白了 我坚决不能同意我女儿 跟一个木匠谈恋爱 我不能看着他眼睁睁的 大好的前途给毁了 给我回家 给我走 我不走 你走哪儿去啊 拿你的东西给我回家去 给我回家 你事都没搞清楚 你就走走走 走哪儿去啊 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我是不是管不了你了 你说说你 从小到大 我怎么对的你 你现在大学都毕业两年了 闺女都两年了 工作工作没有稳定的 钱钱你挣不来 一天到晚竟想当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生优 行 这些你妈我都能忍了 可是你现在 你现在居然跟一拨木匠 你给我找个木匠 你跟他混在一块 你 你对的 你要亲我吗你 你是不是要亲死我呀你 没话说了吧 我说的是不是句句都是实话 你是不是扎心了 是不是扎心了你 阿姨 耳朵很用功地在工作 他就是 你给我闭嘴 别点废话了 赶紧给我收拾东西 包哪儿 包哪儿 你的包哪儿 这是你电话 包哪儿 你给我走 我不走 是 我做什么都有错的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我不配催女儿 我不配做男女朋友 行了吧 这些都是签过合同的 如果拍摄中途离开 白尔多将支付一笔巨额的违约金 我个人认为 她没有办法负担这笔金额 你 你 你 如果贝小姐单方面违约的话 她需要的赔偿大概 费用是一百五十万左右 你 如果广告商赞助商费用加一块的话 大概是三百万 三百万 你 你 你 这些她都知道 签过字的 是的 我们跟贝小姐签合同的时候已经说好 这合同是具有法律效果的 如果您现在要带她走 将视为违约 如果您无法立即偿还违约金 我们公司会要求警方介入 走司法途径 但是如果 贝尔多继续参加活动的话 你们应该很快就会有一大笔收入 不 应该说是 名利双收 是的 阿姨 已经有人向我了解过了 他想来了解一下贝尔多的个人情况 想签约他做明星呢 而且最关键的是 我们这个节目现在是最火的一个节目 单期点击量破千万 这是第一名啊 您算一下 这贝尔多上一期节目中 他将收获多少粉丝 又多少明星经纪人 能看见这么可爱 漂亮 有才华的女孩 那 那你的意思是 我女儿以后要当明星了 是 而且就是在不久的将来 这位这么可爱的女儿真的是 阿姨 您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大美人吧 不然的话怎么可能 伸出这么完美的一个女儿 是吧 长相可爱 身影甜美 对待工作又是兢兢业业 这完全就是做明星的潜质啊 我们公司也考虑 这期节目之后呢 跟贝小姐继续续约 如果您愿意的话 可以过来做她的经纪人 全面负责她的个人经纪业务 她谁啊 阿姨 她是我们公司老板 说话绝对算话 她 你老板啊 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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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你说说你啊 她一说你她就哭了 是不能说你了 你不觉着丢人啊 你还不见丢人 当着那么多人在面熟了我 那我签了合同 不是也算一份工作了吗 就你那个破玩意 还算一份工作呀 可是你怎么也没跟我说 你不上那个栏目 咱还得赔违约金呀 那 那你不也不听我说吗 你是不是来劲了你 你找了个小木匠 上了那么个栏目 现在咱不上那个栏目 咱还得赔违约金 你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必须要找一个 体面的人跟我谈恋爱 妈 妈 妈什么妈 妈什么妈 你现在开始 必须按照我说的 按照我的要求 去相亲 我上课去了 我上课去了